有足漸漸不施我 給我力量保守我 是我一生走在路 始終心滿意足 我比較希望我們在 因為是上課 然後呢 我特別跟余地兄說 我今天是代課老師 那我覺得今天正好 我覺得這個題目很感謝神 我是今天早晨 才看到他的講義 所以我們一起學 那這個題目非常的好 你們看拿到講義了對不對 叫做時間的管理 Time Management 我們一起有個禱告 求神真是自己 自己來對我們說話 希望我們這一年能夠過得好 主啊 我們感謝你 真的是你 你真是在你這個 智慧的決定的裡面 讓我們開一年的第一課 是講到時間的管理 我相信你一定有 極大的美意 要坐在我們的中間 讓我們這2016年 能夠過得不一樣 能夠過得合乎你的心意 而且過得叫我們 裡面也覺得被滿足 而且充滿了喜樂 所以求你與我們同在 在這一堂時間裡面 聲明自己親自來 繼續對我們說話 接著剛剛主日的信息 繼續的讓我們裡面的靈 向著你是活著的 而在我們的生活中 好多那些叫我們死的那些的事情 卻霸占了我們很多的時間 求你給我們這樣子的智慧 讓我們可以分辨 而且可以好好的來管理 你給我們的時間 這樣的禱告 乃是奉主耶穌基督的名 Amen 我們一起來先讀一下這個 背誦經文好不好 好 以弗所書第五章十五節到第十七節 我想我們大家都非常的熟悉 那我們就一起大聲的來讀 你們要謹慎行事 不要像愚昧人 當像智慧人 要愛惜光陰 因為現今的世代邪惡 不要做糊塗人 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 所以在這一節的聖經裡面 可以我們看到好幾個點 第一個你們要謹慎行事 表示我們要小心 不要是很大意的 很隨便的 很輕忽的 我們就在這個世界上來過生活 他說你們要謹慎行事 不要做愚昧人 如果說你不小心的話 很可能你就掉在那個愚昧的裡面 一個foolish 很沒有智慧 隨便做事情的 要像智慧人 智慧其實我們在真言裡面 我們很喜歡每一年的第一個月 我們讀真言 這是我們教會 很久以前我們講的 因為正好三十一天 而且真的 真言實在是 叫我們能夠認識耶和華 所以智慧 真正的智慧是什麼 在真言裡面說的 認識耶和華 是智慧的開端 認識耶和華就是聰明 對 我們常常很羡慕人家很聪明 其實你如果不認識神 不認識這位造你的主 不認識他的心意 其實那個聪明都不算什麼 那只有認識耶和華 才是真的聪明 才是真的智慧 所以不要像愚昧人 要像智慧人 要愛惜光陰 要愛惜時間 因為時間其實就是我們的生命 阿爸們 真的我們的生命 如果沒有時間了 哎呀我時間不夠了 我怎麼樣 這其實就是你沒有生命了 對 時間我們的生命 是要在時間裡面來過的 要愛惜光陰 因為現今的世代邪惡 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點 所以短短的這一節聖經裡面 就讓我們有很多的點 讓我們需要注意的 我不曉得我們裡面 絕不覺得現今的世代邪惡 邪惡 大部分都是好像40歲以上的 邪惡 邪不邪惡 紫慧邪不邪惡 邪惡好 Phoebe邪不邪惡 這世代邪惡 對不對 Peter邪不邪惡 世代邪惡 旁邊坐的是誰 Harry 頭髮變了 邪不邪惡 你玩的game裡面邪不邪惡 邪惡吧 對 真的邪惡 對不對 我們過的這個世代 真的是邪惡 如果你不認識 你不承認這個點 你就覺得 敵所當然 你就這樣子過日子 你必須先承認 今天聖經在這裡 聖靈對我們說的話 它是真的 他說你們要謹慎行事 因為現今的世代邪惡 你必須要謹慎 是不是 你周圍的朋友 post的那些Facebook 很多的一些的社交網站 傳給你的這個WeChat 邪不邪惡 還是你覺得笑一笑就好了 笑一笑笑 這有什麼大不了的大驚小怪 邪不邪惡 越來越邪惡 他就改變我們 不知不覺他就改變我們 所以我們現在接著要講說 機會全部在時間裡 生命在時間裡 所以如果你浪費時間的話 你就浪費機會 浪費恩典 浪費生命 但是你說我要怎麼樣看我的時間 你要很有效的來運用你的時間 其實跟我們的價值觀息息相關 因為你的價值觀 就決定你的priority 就是你的優先順序 對不對 然後你的優先順序就決定 你要怎麼去管理你的時間 這樣子對不對 比如說我只有100塊錢 那我現在要怎麼去花這些 我要去買食物 買牛奶 對我的baby要喝牛奶 我還要買這一個禮拜的食物 我還要 大家不夠了 然後呢我還要買水 然後我還要付水電費 然後我還要交通費 對我車子還要加油 我還有電話費 我只有100塊錢 那你會怎麼樣做 如果我買了牛奶 我就不能夠付電話費 這個時候你要怎麼辦 蛤 set priority 對 你就要做決定嘛 對不對 因為你做了這個 你就不能做那個 所以你才需要優先順序 如果說我今天有一千萬 而我只要買牛奶 只要付電費 只要付加油錢 只要買食物 只要一個禮拜的吃飯的錢 那我就不需要有 我就不需要set priority 我就不需要有優先順序 對嗎 如果有一千萬 綽綽有餘 可是我只有一百塊 你要不要設定優先順序 要 那我問 我們的時間是有限的還是 非常奢侈的 你可以隨便 你愛怎麼過的怎麼過 有限 對不對 有限 Jacqueline有沒有有限 時間有沒有有限 有 因為我要問問年輕人 我這個老人 我就會覺得很有限 我覺得時間不夠 所以我每天都急急急 我年紀越大性子越急 有沒有 我們以前 我們在座不知道有沒有老人 對不起啊 年長的 年長都去年長聚會 我們有年長團氣的 我們每次跟他們講話 我們在講什麼什麼東西的時候 他們就很急 要買一個東西的時候 我們就服侍年長的同工 我們都有一個共識 對不對 木蘭有沒有覺得 他們如果要買個什麼東西的話 以前郭媽媽 她如果要買個什麼東西的話 她就馬上立馬就得得潮 對 我服侍我爺爺奶奶也是一樣 奶奶是不太表達她心裡面的著急 她都說沒關係沒關係 她爺爺不行 對不對 如果要一件什麼事情 她就希望你馬上 現在她就能夠做到 我好像我們越年長 我們性子越急 對不對 因為覺得我們時間不夠了 等不及了 那年輕人呢 天天都慢慢慢慢 早上起來 慢慢 然後吃飯慢慢 沖杯咖啡慢慢 開車開引擎 哇 在那邊warm up 半天坐在那裡 沒事幹想事情 然後再看手機 然後再慢慢 什麼東西都很慢慢 你有沒有去過一些Costco 在parking lot的時候 發現好多人 進了車子以後 不曉得 為什麼我們在那邊等車子 對不對 然後半天不曉得 每次余地衝就有這個 因為她性子很急 她比我急 我每次都坐在那裡 我反而沒事 我就坐在那裡 然後她就說 這些人怎麼這麼慢 她坐在裡面幹什麼 哈哈哈哈 好多事 車子引擎都發動了 可能她要等好幾分鐘 才出來 才開始倒車子 然後 因為我們覺得 好像時間無所謂 可是當你覺得時間 很緊湊的時候 你就會需要set的優先順序 那我希望說 我們現在第一個觀念 就是我覺得我的時間有限 不然的話 你不會覺得時間管理 是需要的 你必須先有一個觀念 就是我的時間是有限的 而且這個時間是很寶貝的 如果我浪費時間 就是浪費神給我的恩典 浪費我的生命 浪費神給我的機會 所以今天 那你如果說是 你現在需要set你的priority 麻煩玉潔幫我們發一下 謝謝 那如果說今天我們要set我們的priority 那這個價值觀就影響很大 那你到底覺得 你的baby喝牛奶比較重要 還是你必須手機一定要付費很重要 你覺得牛奶很重要 不見得每一個人都認為牛奶很重要 有人認為手機是他的生命 我一天沒有手機的話 我就被世界隔絕了 baby餓一天死不了沒關係 所以每一個人 每一個人的優先順序不一樣 那有的人覺得說 哎呀我一定要 車子要加油很重要 我餓一串飯沒關係 但是有的人他就覺得說 他這一天不吃飯 這一個禮拜的菜不買的話呢 他就睡不著覺 他沒辦法過日子 他一定要看到冰箱裡面 滿滿的食物 那車子呢沒關係 他可以走路 所以每一個人的價值觀 就影響了他怎麼樣來 來設定他的優先順序 對不對 現在大家 我希望我就像在同工退休會一樣 我說每一個人都要用腦筋 好不好 因為這是我們是一個課程 是需要 新人門訓很重要的一個觀念 就是我們需要操練 需要去過 你真的需要過那個生活 不然你如果這個觀念 不在你的裡面的話 你回去給我們給你的那個 homework做作業 你也不會做的 所以你們大家 覺不覺得 阿不阿們說今天你的價值體系 決定你怎麼樣來設定你的優先順序 阿不阿們 好像不是每一個人都 同意喔 如果你覺得不同意的 你不能說阿們 你要不要提出一個 另外一個想法 想法沒關係 你怎麼設定你的優先順序 你時間的管理你怎麼優先 怎麼樣管的優先 你有沒有其他的 你有沒有其他的背後 在操控控制你這個管理時間的優先順序 有沒有另外一個理由 你的判斷對不對 你的判斷就是從你的優先順序 從你的價值觀來的 所以 那我們另外一個觀念要有 一個是時間是有限的 然後第二個觀念是我們的 價值觀影響我們的優先順序的決定 然後這個優先順序就決定 我們怎麼樣來使用我們的時間 怎麼分配 那第三個呢就是講到說 我們的時間是省的 這個比較難一點 我們唱詩歌的時候比較容易說 直接輸我屬你 你屬我我也屬你 但是我真的屬他嗎 如果我這個人是屬他的 那我的時間是屬他的 我的錢屬於他的 我的房子屬於他 我的車子屬於他 我的工作屬於他 如果我這個人是屬於他的 那兩個人結婚 你愛我我愛你 我們在講這個婚姻的時候 有一個圖畫一個漫畫 如果你們上過那個課 你們知道 就說兩個人 兩個面對面 彼此親嘴非常的親熱 可是呢每一個人都自己背一個背包 那後面的都是自己的錢 為什麼我們兩個合而為一 一起過生活 一起share the house 一起侍奉 可是呢錢是你的錢 你的錢是你的錢 我的錢是我的錢 這個東西是不能碰的 那我們跟神也是一樣 我們跟神 我們說我要來親近你 我要屬於你 我要把我這一生來奉獻給你 我願意來勝負你的命令 但是呢這個東西是我的 錢是我的錢 時間是我的時間 所以第三個觀念 我希望大家 能夠在我們繼續下去之前 我希望我們有一個共識 就是 時間是屬於神的 因為我的生命是屬於神的 所以我的時間是屬於神的 那如果今天我在使用金錢的時候 我們下一堂課呢 余地兄會教的呢 就是講到金錢的管理 那金錢是屬於神的 聖經上有一句話說 如果今天我在十一奉獻上 虧欠神的話 我是Rob God's money 我是搶了他的錢 我是偷了神的錢 因為這個錢是屬於他 這是稅 對不對 這個是一個稅 十分之一是大稅 不是 還不是奉獻 奉獻應該是甘心的 對不對 十分之一 但是今天時間也是一樣 如果今天時間是屬神的 如果我不好好的管理他的話 其實我是浪費了神的時間 我是糟蹋了他的時間 那這是第三個觀念 好不好 我們現在想一想 如果我們都很 都願意接受這三個觀念 我們再往下走 就跟有人來找我們做 Premarital Counseling 婚前輔導 好 我就跟他講 好我說 我說 如果你不相信耶穌的話 我說那個婚前輔導 對你沒用 因為我們的婚前輔導 是照著聖經的觀念 因為我們相信 婚姻是神所設立的 只有在神的觀念裡面 這個婚姻才有意義 那如果你不能接受這個的話 我們的輔導都沒用 那同樣的呢 今天我們在講時間管理 講金錢管理的時候 我也希望我們願意 願意 也許不能夠完全 也許我們還不夠成熟 也不夠完全 但是我願意 說神啊我來學習 來接受你的觀念 這個時間是你給我們的恩典 我的時間是你給我的 如果今天神不給我們這個時間 我們就沒有這個時間 他是我們的神 所以 接下來的 底下的那個經文 在傳道書裡面 第三章十一節 一直到十 第一節到十一節 講到好多的 凡事都有 定期 天下萬物都有 定時 生有時 死有時 栽種有時 所栽種有時 好多好多的東西 神其實那個時間都定好了 那時間呢也只有在我們 今天活著的時候 這個時間才有 價值才有用 死了 時間就沒有了 也只有在我們人 這個時間 他才有他的意義 跟他的功用 在神的那一面呢 神不需要時間的 神不需要的原因 他是永遠 從永遠到永遠 他是Infinity 他是Eternity 所以他不需要時間 所以只有在你我 而且在我們這個活著的 時間 才有他的意義 那到底神把時間給我 是為了什麼呢 只是讓我這一生 走過這一招嗎 這就連到我們 對於我們自己 受造的意義 跟價值 到底我們的認識是什麼 所以我們對時間的使用 跟我們的信仰 跟我們對神在我們身上的心意 是緊緊扣在一起 你對神在你身上的心意 對你受造的價值 你對於你為什麼活著的認識 跟你如何來使用你的時間 實習相關 好 所以我們一起來學 好不好 當我們這個課程呢 需要大家 不管是今天我們在基督徒的路上 走了多遠 剛剛開始起步 跟我們走了很久了 都可能時間快沒有了 我們還要學習 要管理時間 那這一堂課呢 希望能夠涵蓋的 也能夠 也能夠cover每一個人的需要 那第二個大點呢 余弟兄在這裡有的一個 他是講到說 看一個人如何使用他的時間 就可以知道這個人屬您的光景 和他在神手中的功用 所以當我們在開始學習服侍組的時候 年輕的時候 不管是在職或是全職呢 其實我覺得有一個最大的 特別是我們全時間服侍組之後 有一個非常大的挑戰 就是我們怎麼樣利用我們的時間 因為你在上班的時候 那個時間人家都把你排好了 對不對 幾點鐘上班 什麼時候要開會 什麼時候要休息 你什麼時候做什麼事情 什麼時候是你的due date 什麼時候你的project必須要完成 你的項目必須做完 你什麼時候必須要跟別人一起來 來合作 往下走下一步 全部都是 大部分都是定好的 你沒有太多自由的時間 可是等到你一下子 你要自由了 你這個時間全部都在你的手中 那這個時候 你是怎麼樣 你的呼召在你的身上 還有你怎麼樣使用時間的 這個成熟度 就決定了今天神可以把多大的事工 多大的托付能夠放在你的身上 但是對服侍組的人 那對於那些學生 對不對 你有很多使用的時間 有的學生非常的忙 有的學生呢 他可能有很多很多自由的時間 不知道要怎麼樣使用 對家庭主婦 大家都說很忙很忙很忙 但是我們等一下有一個題目 你把你的時間從早到晚寫下來 你看一看 因為這時間其實都是我們自己在決定的 我什麼時候要吃早飯 我什麼時候去買菜 我什麼時候洗家裡的衣服 我什麼時候打電話 我什麼時候教導 教孩子 我什麼時候怎麼樣做什麼 處理家裡的帳 其實都是我們自己做決定的 對不對 都是我們自己 那我們怎麼樣prioritize 所以一個人如何使用他的時間 他要愛惜光陰 因為他在達比聖經跟King James的聖經呢 他講到redeeming the time 為什麼要講贖回你的光陰呢 因為這個光陰 其實這個時間在人類墮落了以後 這個時間其實是在那個惡者的手下 在我們還沒有被神恢復 在我們還沒有認識神的時候 其實我們的時間其實都是屬於世界的 都是在那個惡者的手下 在那個evil那個仇敵的手下 來被利用的 那今天我們信主了以後 其實我們要把他搶回來 redeem 我們不只是 神不僅是redeem我們的life 而且他要幫我們 把我們的時間也贖回來 然後呢 NIV聖經的翻譯是非常好的 Making the most of every opportunity 就是你要在每一個可能的機會的裡面 因為時間就是機會 你能夠達到他最大的火效 那最後一節的聖經 在詩篇90篇第12節 他說求你指教我怎樣數算自己的日子 好叫我們得著智慧的心 這是詩人向摩西向神的一個禱告 求你指教我怎樣數算自己的日子 因為其實我們的日子是有限的 真的是有限的 好 講到這裡大家有沒有什麼問題 有什麼問題 或是有什麼要分享的 覺得 你覺得在時間的運用上你 就說他沒有這個自由 他有很多的工作 他如果一個人他的工作壓力很大 他沒有什麼自由來分派他的時間 他要怎麼辦 很好 謝謝 Silicon Valley 我們矽谷 這是我們的常態 大家覺得自己工作很忙 沒有什麼自由的時間能舉手 這麼少 錢平你怎麼工作很忙 但是我覺得 我不覺得你很忙的樣子 你怎麼分配你的時間 就是用什麼原則來分配你的時間 從他的工作的需要來說 他是需要花很多的時間去思想 去做研究 去策劃 但是他下班以後 他就把他工作放在旁邊 他就不管 還有沒有 還有沒有 Jason 我看你也不怎麼忙這樣 他常常到辦公室來 蹭飯 來修東西 來修東西 你怎麼 你用什麼原則來 在你的工作這麼忙 而且你剛剛換新工作對不對 你怎麼 修身開路 所以你常常 太忙 太忙怎麼辦 也不知道怎麼拍 我覺得我們應該開一個課 就是怎麼樣處理壓力 好 我們都很忙 其實真的都很忙 那等一下我們就比較具體 等一下我希望 對不起你叫什麼名字 劍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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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還沒有工作 你已經怕怕了 哈哈哈哈 思考這個問題 很好 那等一下我們有很具體的 好那我希望能夠回答 能夠達到你的問題 那我們時間很有限 所以我們就進到具體的 那第一個呢就是說 一些具體上實行的提醒 第一個時間視為 是很稀少很珍貴的 要比錢財還珍貴 那很多時候我們對錢財是看得很緊 但是對我們的 對我們的時間 我們是用得很鬆散 因為不覺得它有限 所以我們就用得很鬆散 所以我們要能夠好好的管理好我們的時間 這是一個很大的智慧 而且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們要能夠達到神 在我們身上造我們的那個目的 管好時間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我從年輕到現在 我就覺得很重要 管時間非常重要 所以我們常常看我們的年輕人 我們就會覺得 父母在座 我們就會覺得 他們常常不知道怎麼分配他們的時間 我記得我們以前考試的時候 我們都把時間都排得滿滿的 對不對 哪一個時間 我們那時候大學聯考的時候 我們從早上七點鐘到七點半讀什麼 七點半到八點鐘讀什麼 我們都 所以 你一直點頭 所以書讀得這麼好 我們就是要這樣子讀書的 如果說某某叉叉 什麼都不知道的 那你就根本就書就是 等到要考試的時候 哇 那就臨時 就急得不得了 這個也沒讀 那個也沒讀 但是你如果把時間都分配得很好的話呢 你就能夠把這個 基本上其實已經掌握了成功的一半 那第二個呢 那第二個呢 就是要設定不後悔的優先順序 那要分辨什麼東西 這個東西的輕重環境 那我們就請這個PowerPoint 幫我們放第一張的PowerPoint 好不好 對 這是這 那有一本書呢 在大概二十多年前 有出了一本滿暢銷的書 叫做First Thing First 那這本書 那他這個作者呢 他其實有很多insight 他很多的見解 其實是可以做我們很好的參考 所以今天余弟兄呢 就把這個圖呢 放在這個地方 那我們基本上我們的事情 不管是忙還是不忙 在我們的生活中 我們可以分 這四種類別 第一個呢 是很緊迫的 很urgent的 第二個呢 是不緊迫的 四個 重要跟不重要 緊迫跟不緊迫 好 那第一個呢 是急迫的 然後又是很重要的 又urgent又important 像哪一類的事情 像哪一類的事情是 又urgent又緊迫 又急迫的 又重要 生命 生死之間 對不對 這個是很重要 又重要 又緊迫 還有沒有 工作 工作 可能不一樣 有的人認為很緊迫 有的人不覺得很緊迫 對不對 那要看你 所以有些人的工作就是很緊迫 像警察 所以很多警察的離婚率很高 對不對 因為他天天都在處理緊迫的事情 那牧師也是 很多事情都是緊迫 他都是urgent 不urgent他不會來找你 對不對 都是緊迫的時候 那他來找你 所以有的工作不見得是很緊迫的 就看你怎麼去看他 不是每一個工作都是又緊迫又重要的 還有什麼東西 安全 是又緊迫又重要的 非常好 家裡面 你 遭了小偷了 門被打破了 那是 這個門要修 這是又緊迫又重要 對不對 還有沒有什麼 吃飯 可能有人要減肥 他就不覺得他很重要 也不覺得他很緊迫 還有有一些事情 譬如說你在公司做事情 你明天就是due date 明天就是你必須要把它交出來 你不交出來你這工作就沒了 如果不交出來就是怎麼樣 這是很緊迫的 對不對 很緊迫也很重要的 好像這個是可以放在第一類別裡面 那第二個類別呢 是 不緊迫 但是很重要的 那有什麼樣的事情 吃飯 不緊迫但是很重要 你不吃 你再不吃 你可能就要生病了 吃營養的東西 對不對 那這個是重要的 還有面什麼呢 毒精 不緊迫但是很重要 非常好 這跟吃飯一樣的 對不對 我這個是 就是鼠林的吃飯很重要 還有什麼 睡覺 不緊迫但是很重要 對 就看你睡多少個小時 所以也很重要 對 跟健康有關的 就是不緊迫但是很重要 對 那其實還有很多就是我們在工作裡面 或者我們在服飾上 很多準備的工作 是不緊迫的 但是很重要的 Planning是不緊迫的 你要計劃的 這一年的計劃 你對你同工的計劃 對你服侍的計劃 對你家裡 對你孩子的計劃 你的禱告 這些都是不緊迫但是很重要的 還有一些預防性的工作 不緊迫但是很重要 比如說剛剛我們講到 這個盜賊會來對不對 那你這個 可能門沒有鎖 有門但是沒有鎖 它可能還不是很緊迫的 你今天晚上沒關係 但是它很重要 你還是要把它裝上一個鎖 所以預防的工作 還有 還有什麼東西 它裡面還講到就是自我的進步 自我的改善 Self Improvement 這很重要 但是不是很緊迫的 就是你的成長 在屬靈上的 在智慧上的 在你的學習上的 各方面的 性格上面的 自我的成長 它很重要的 它不緊迫 還有一些呢 還有 還有一個很重要 你們沒有 不緊迫但是很重要 都沒有人提 溝通 It's a part of it 建立關係 很重要但是 不緊迫 對不對 在座有沒有做爸爸的 應該很多 你們覺得跟孩子 建立關係很緊迫嗎 不緊迫 媽媽覺得很緊迫 Karen覺得很緊迫 很重要但是不緊迫 它不是life and death 不是生死之間 可是它很重要 對不對 建立關係 夫妻之間 緊不緊迫 大部分是不緊迫 對不對 但是它很重要 那第三個 第三個是講到 它很緊迫 但是不重要 很緊迫但是不重要 還要 付帳單 很好 對 很緊迫 已經 已經 累payment了 不然的話它就 delinquent的然後把它送到 這個 bureau去了 要罰你的 影響你的credit 影響你的信用卡了 對 我們都很多人都有這個經歷 好 我們一出去回來 我們就看mail 哇不得了 這很多 很多事情 所以我們家 我們不在家的時候 真的家裡要有一個人幫我們 處理 還有呢 還有一些不重要 但是很緊迫的 那有時候我們要有一些 買菜 對 沒尿布了 家裡沒尿布了 沒有 沒有奶粉了 沒有 沒有水了 沒有青菜了 沒有 沒有鹽了 但是其實也沒關係 我就看你覺得 它都不重要 對 但是可能你覺得很緊迫 還有一些 馬上要回哪一個email 馬上Facebook 哎呀 你看這麼多人通通都 都已經回來 他馬上明天就要拿下來了 有一個電影 他明天就要下片了 哇 真的很緊迫 但是重不重要 Star Wars 哇 Star Wars 就只有演兩個禮拜 對不對 馬上就下片了 很重要 不重要 但是很緊迫 對不對 還有一些 還有什麼 啊 UNSELF快結束了 今天last day 對 Christmas 哇 12月26號 對 還有Black Friday 不重要 但是很緊迫 所以你看我們 12點鐘就去排隊 不對 現在變成Sandsgiving那天 感恩節的那天 4點鐘就開始去排隊了 是不是 吃飯 就開門了 哦 所以已經太晚了 所以 所以連感恩節的聚餐 家裡面的吃飯呢 都沒辦法了 因為為什麼 都要趕去那個 Best Buy去排隊了 這是很緊迫 但是不重要 好 大家在你的生活中 有沒有哪一些這樣的事情 大家一起想一想 好 那第四個呢 這不緊迫 然後又不重要 有哪一些 微信 又不重要 又不緊迫 對不對 很好 這是誰講的 很好太好了 還有沒有 都一樣嘛 電視劇 電視劇很好 又不緊迫又不重要 好 還有呢 看電視 對 打麻將 上次我講到 誰講 我都沒想到 我們教會有人打麻將 不過 打遊戲 對 打遊戲戰 哇 這個線上人家已經連上了 對不對 那個遊戲叫什麼名字 很多人都在打的 哇 已經 這個已經打到國際上了 對不對 對今天如果再不打的話 我就 我的分數就低了 我都不會講你們那個術語 對不對 如果說 我非得上去打不可 不然的話 我就前功盡器了 那個不是 那個是urgent 不重要 不重要又不urgent 還有什麼 還有什麼 還有什麼東西 還有什麼東西 減肥 很重要 不urgent 還有我的人認為是 不urgent也不重要 OK好 美容 化妝 對不對 重不重要 不重要 對不對 You are who you are 來 不重要 但是呢 緊不緊迫 也不緊迫嘛 對不對 好 那現在呢 我們大家就看 你看你這個怎麼做決定 你怎麼去define 我們等一下有個homework呢 就是你來 你自己來定義 這個一二三四 這是一個homework 你們要把它寫下來 因為homework 你們要到明天才會收到 但你們今天就要開始做 你自己第一個功課呢 就是你定義 第二三四 這四個 四個項限 你 什麼叫做緊迫跟重要 什麼叫做不緊迫但是重要 什麼叫做不重要又但是緊迫 什麼叫做不重要又不緊迫 你自己把它定義出來 然後舉一些例子 把它寫下來 你自己畫一個這個圖好不好 然後你把它列在其中 把它放在這個方格子裡面 這是你的作業 今天就做 今天就做 我們一天都不要浪費 今天就做 這是第一個功課 第二個功課 你從今天晚上開始 你就記錄一下你今天的時間 你在第一個格子裡面的花了 大概多少percentage roughly 好不好 你自己思想一下 我今天要把分分鐘記下來 你在roughly大概 在你自由的 可以分配的時間裡面 今天是禮拜天對不對 你不要覺得來聚會是沒有自由的 你可以選擇不來 你可以選擇幾點鐘來 對不對 這是你自由的時間 你想一下今天這第一天 主日的第一天 你的時間放在1234裡面的percentage有多少 明天晚上睡覺前你再放一次 1234 但你可以自由的時間 上班對你上班都是不得已的時間 但是你在上班的時候你還有你自己的時間 對不對 你有中午的時間 你有break的時間 你可能可以選擇要提早下班的時間 你可以選擇 你還是在你有某種程度的自由度 你可以在你來做決定的那個時間裡面 你來決定一下1234 聽不清楚這個功課 有沒有不清楚的就舉手一下 也許你不清楚的部分也是別人不清楚 因為真的很重要 不然我們今天講時間管理就沒 曉明 你說那個聚會是有可能 因為自己還是一樣 對 你講一下 你什麼意思 你說就在聚會 聚會的時間 對 對 譬如說 譬如說上班 譬如說上班 你要上幾小時的班 對不對 我們都做engineer 我們都曉得 對不對 你要上十個小時跟你上八個小時 你其實有自由的 簽品也點頭 你要幾點鐘下班其實也是有自由的 你說不自由其實還是有自由的 做生意 你要做到多大 你要打幾個電話 你要賺多少錢 你要有profit 要多少個margin 你要花多少時間在這些事情上 你是有自由的 其實是有自由的 做媽媽的家庭主婦 你說哎呀我忙得不得了 這小孩子天天都是要我的 你還是有自由的 其實還是有自由的 所以自己決定好不好 一二三謝謝小明 我覺得非常好 對 其實我們都是有自由的 但是有一些是absolute 你不能自由的 譬如說我覺得像我們有一些工作 像譬如說你接線生 或是做cashire 對不對 那你就必須buy hour 你就必須要buy hour 你必須要在人家 那有一些東西呢 是我們做辦公室 但是其實我們還是自由的 那有一個下一個 下一個 下一個slide 那這個作者呢 他做了一個調查 就是說在很多的公司裡面呢 他們分配一下 到底你們怎麼去處理一些 就是怎麼分配你公司的資源 跟主要是時間 那這個黃色的呢 是表示是比較成功的公司 他們怎麼管理這個公司 因為這first in first out 它主要是給企業來用的 但是應用到我們個人也是非常的實際 成功的呢企業呢 它是用那個黃色的分配 那不成功的企業 或是比較失敗的 比較performance 比較差的企業呢 是白色的這個 所以你也發現說成功的企業呢 它用在第一個上限 也就是重要的跟緊迫的 處理危機 要危機處理 因為很多的公司其實都是 需要有危機處理對不對 突然下下雪了 那電沒有了 那或者是說突然下這個我們 如果說在教會裡面 我們常常需要做危機處理 對不對 小租長啊關懷通過 常常不需要危機處理 那這個時候花掉很多的時間是在 家裡面有時候也是危機處理 突然一下就像我們家這幾個孩子 前幾天輪流生病 病了拉肚子 上吐下泄然後拉肚子 那這是危機處理對不對 你所有的次序通通都打亂了 那突然一下子爸爸送急診了 那所有的 這是危機處理 或者是一些很緊迫很重要 你非處理不可的事情 這花在20%到25% 那但是呢 很amazing的就是他花了65%到80% 也就是絕大部分的時間用在 不緊迫但是很重要的事情 我們剛剛講了什麼東西是不緊迫但是很重要的 健康 planning 計畫的 preparation的 預備的 預防性的 preventing的 還有 建立關係的 對不對 這些是不緊迫但是很重要的 他花在做研究 對不對 為了將來的發展 還有你自己的improvement 自我的改善 你自我的成長 這些通通都是不緊迫但是很重要的 那這個東西呢 他花了65%到80%的時間 這是一個成功的企業 65%到80%的時間 但是那些不成功的公司 performance不好的公司呢 他只花15%的時間 用在不緊迫但是卻很重要的事情上 是不是很沒有智慧 然後我們再看第三個點 然後很成功的公司呢 他只花15%的時間 用在緊迫跟不重要的 然後 不成功的公司花了 這麼多的時間 超過一半的時間 在不重要跟緊迫的事情上 有發現跟人有沒有有點像 剛剛我們舉了很多例子 不重要跟不重要 然後緊迫的 然後呢 2%到3 就是那個不成功的呢 他用不緊迫又不重要 我覺得人呢 可能我們很多的時間 是花在不緊迫又不重要的事情上 那很多的人呢 他因為不肯花時間在重要跟不緊迫的事情 到最後呢 這些重要的事情就變成緊迫的 所以他就要花更多的時間去做危機處理 他不好好的經營他的關係 不經營他的婚姻 不經營他跟親子之間家庭的關係 就後來變成urgent 打亂他所有的秩序 打亂他所有人生的規劃 他變成urgent 變成緊迫 他必須要出子 他不好好計劃他的財物 他隨便亂花錢 他明明只能夠買一個40萬的房子 結果他偏偏要跟人家攀比 就買了一個80萬的房子 結果就變成了緊迫又很重要 不然的話他的房子就要拍賣 他不好好讀書 重要的事情 他不好好的學習 那到最後他功課不行了 他必須要被學校開除 那就變成緊迫又變成 很重要 何去何從 下一步怎麼辦 必須要處理 所以很多的時候我們忽略了那個重要 但是不緊迫的 我們以為不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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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結果他後來變成 他其實是很重要 只是我們沒有那個智慧去分辨他 我們忽略了他 把他放在一邊 其實他是很重要 他影響我們的人生 影響我們的快樂 影響我們的滿足 影響我們的價值 他很重要 但是我們忽略他 就後來他變成緊迫 我們不會好好的處理我們的情緒 不會好好的在一些事情上做自我的調整 自我健康 自我的improvement 我的成長 我不好好的讀聖經 我不好好的在耶穌基督裡面 持續的 stay alive 活著 那到後來呢 變成我的人生變得很miserable 必須要去處理 所以我也盼望就是我們基督徒的人生 跟我們教會的服飾 我們辦公室的服飾 我們小組的服飾 我們這些staff pastoral staff 我們也都能夠花絕大部分的時間 在重要的但是不緊迫的 在我們可以管理的範圍之內 我們花我們的資源 花我們的時間 花我們的禱告 能夠花在重要不緊迫的 而不要有的很多時候呢 我們就是拖拖拖拖拖 一直拖一直拖 拖到不重要的 不不緊迫的變成緊迫 因為它非做不可 這就是我們的問題 所以時間的管理呢 其實非常非常的重要 大家阿不阿悶 所以你現在回想一下 我每一天的生活 我們的stress 我們的壓力 其實因為很多的時候 我們都在處理那些緊迫的 或者是重要或者是不重要 有一些緊迫根本就不重要 可是它花了你 就是你 可能一個禮拜你都在處理 不重要的事 但是緊迫的不得了的事 你非做不可的事情 你那個壓力就很大 但是如果你的人生 你在時間的管理上 你有認識耶和華的智慧 你能夠把絕大部分的時間 花在重要 但是不緊迫 你不是在一個 stress的底下來處理 那其實你的人生 能夠照著神的帶領 神的運行 神的計劃來往心走 那我們的人生就會好 好過很多 舒服很多 有意義很多 OK 我們時間到 我看看應該是 最後一個 剛剛第一個功課 你把這四個區 四個區塊 對不對 定義起來 今天就做 今天晚上就做 然後今天晚上開始 檢視你的時間 一個禮拜 你每一天 因為每一天可能不一樣 對不對 有的人 他工作只有 二三四工作 對不對 禮拜一禮拜五 不用工作 所以呢 你每一天的時間 可能不一樣 禮拜六禮拜天也不一樣 所以你從今天禮拜天 一直做到禮拜六 到下一個禮拜天 我們要小組聚會的時候 你要跟你的小組 要討論的時候 你把你這一個禮拜 你的時間 怎麼分在一二三四 把他交通出來 非常敞開透明的交通出來 然後你提出來 你下一個禮拜 從下一個禮拜天開始 你覺得你 你一個禮拜過了 對不對 你覺得你怎麼樣 可以改善 然後你下一個禮拜 你的改善的計畫 也在小組裡面 把他交通出來 然後大家keep accountable 大家能夠 彼此能夠互相督促 能夠互相 鼓勵也能夠安慰 不要太 要安慰 可能也是需要安慰 譬如有人生活 真是亂七八糟 你可能需要安慰 最後一個 我想時間的管理 最重要的 因為這時間是神給的 對不對 這是神給我們的時間 我剛剛講說 如果我們沒有這個認識的話 我們時間管理 管理得再好幹嘛呢 這個世界也在教我們管理時間 到處都在講管理時間 我們現在工作的時候 都在教我們怎麼做time management 這本書就是寫給企業家的 如果我們不是因為認識神 不是因為想要照著神 照我們的目的 照著我們被受造 被神所造那個 purpose 那個意義 我們來活著的話 其實我們再會管理時間 那空出來的時間 也是浪費 所以我們今天講時間管理 不是只是要我們做一個好學生 做一個好的工作人員 做一個好的pastor 做一個好的家庭主婦 不是只是這樣 而是我們盼望 我們能管好時間 我們能為神活著 所以第三個功課 在我們新年 我們好不好有一個決心 就是把我們禮拜天的時間管理好 你們知道我要講什麼 知道吧 早上幾點鐘起床 花多少時間穿衣服 花多少時間化妝 花多少時間上網 幾點鐘到達教會敬拜神 花多少時間讓你的孩子 跟你有一樣的價值觀 第三個功課 我們把我們主日的時間管理好 主日是主的日子 對不對 是主的日子 The Lord's Day 是主的日子 我特別喜歡這個名字 我從信主以後我就很喜歡 我就不再叫星期天 我都叫主日 我們以後都叫主日好不好 阿門嗎 阿門嗎 阿門 阿門 你主日到哪裡去啊 你上個主日在幹什麼啊 下個主日你有什麼計劃嗎 以後我們都叫主日 阿門嗎 阿門 今天是什麼日子 主日 第三個功課 我們把主日的時間管理好 讓他來聚首位 這是我們可以自由控制的時間吧 有沒有人主日也不自由的 主日不自由你要讓他自由 你主日要上班的你就 換一個工作 我們一起低頭禱告 主啊在我們向你求智慧 管理我們的時間之前 我們先向你求一個智慧 就是讓我們能夠認識你 因為認識耶和華是一切智慧的開端 認識耶和華才真的是聰明 主啊所以我們向你祷告 主啊在2016年 我們因為認識耶和華 我們就有智慧來過我們的人生 我們因為認識耶和華 我們就有智慧來分辨我們生活中的優先順序 我們因為認識耶和華 我們就知道你給我們的時間是何等的寶貝 我們都不願意浪費它 我們巴望我們的時間都被你來數算 不僅是我們自己來學習 數算我們的年日 我們更巴望我們的日子是在被耶和華所數算的 是在永世裡面算數的 主啊以至於我們將來有一天見你面的時候 我們不至於有太多的懊悔 我們現在已經有很多很多的懊悔了 但是主求你來幫助我們 我們從2016年開始 從2016年的第一個主日開始 我們這樣子的懊悔是越來越少 因為我們得著了認識耶和華的智慧 求你祝福我們今天在座的每一位 也保守也祝福我們在你面前的心願 還有我們身體力行 我們願意所學習的做的功課 幫助我們在開年的時候 我們就能夠開始的好 這樣的禱告 那是奉主耶穌基督的名 Amen Amen